习近平和南非总统共建记者 两人在峰会前夕会面 习近平提出加强战略合作 推动扩大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 以及发言权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新时代实现更大发展 推动全球南方国家 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本件会议聚焦 五国将讨论尖砖银行以及扩容 不过罗斯总统普丁则以国际行事法制裁 该以视线方式出席会议 视线中普丁强调 峰会将详细讨论成员国之间贸易 因为集团间的去美元化不可逆转 除了普丁巴西总统鲁拉 也在第一天活动中 就主张采用共同货币以及集团纳入新成员 强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可为集团提供更好信贷 目前也正研究和阿根廷的交易中 使用中国人民币的可能性 五国之律创建南美洲共同货币 同时聚焦以扩原巩固集团作为新世界力量 西方媒体普遍分析有北京主要的峰会旨在和美国为首的G7互别苗头 不过就在峰会之际 大陆商务部宣布应中方邀请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访问大陆 中国商务部表示 应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邀请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8月27号至30号访华 美国商务部同步证实消息 但其实在这之前美方就数次递橄榄枝 强调美中在各领域得持续打交道 白宫表态这次访问旨在降低风险意图 雷蒙多会再一次对北京传达 美国无意脱钩 而是希望降低风险 接着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